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初中的時候開始接觸花式跳繩運動 因為覺得這個運動是很千變萬化 以及很好看、很好玩 跳繩是一個很有效的大洋運動 而且很富觀上升 跳繩也需要用很少的地方 所以特別適合地小人多的香港 成立初期的時候 因為花式跳繩運動未有很多人認識 很多人都以為是一個遊戲 而不是一個運動 所以我們用了很多時間在學校、社區 去不斷表演和做一些推廣 令到多些人認識這個運動 特別在學校推廣這個運動的時候 我們都會加入很多有趣的元素 例如在上課期間 我們加入一些遊戲和比賽 令到小朋友更加喜歡我們的運動 為了花式跳繩能夠做到全民參與 所以我們開始接觸雙見人士和特殊病患者 希望這個運動可以引起社會對弱勢社區的關注 透過訓練提升雙見人士的自信心 和托闊他們的社交圈子 在過去十年我們在國際賽上獲得很多很好的成績 包括了四次世界冠軍和四次打破世界紀錄 我覺得運動有一種令人團結一起的力量 令大家一起參與和支持 也會欣賞我們的運動員為香港而戰 令社會多份凝聚力 我們的技術水平和經驗都比較豐富 所以我們希望把我們累積的知識 推廣到大灣區甚至整個中國 近年我們積極去到世界各地表演 和培訓當地的運動員和教練 例如德國比利時 希望香港的花式跳繩可以走進世界舞台 運動可以凝聚社會不同的階層 推動香港的未來發展 我是創新領軍人物鄭鑑元 我是創新領軍人物鄭鑼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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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